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們GSU UK Homes 和大家來到Bristol附近 一個Town叫Yays 看一個新樓盤叫做Larding Garden Village 各發展商是Barris Homes 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 距離Bristol大概20分鐘的車程左右 兩向北行 我們那個位置叫做Glostershire 是他南邊來的 大概40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去到Glosters 今天看一個樓盤 有四個發展商 包括我們今天要看的David Wilson Homes 和旁邊的Barris Homes 另外也有Bellway和Taylor Wimpy 我們看到前面一個很漂亮的公園 還有小朋友在玩 除了Larding Garden Village之外 我們在Bristol也有另一個發展商 在合作中 這個是Brokenland Park 發展商是Crest Nicholson 這個屋苑已經是不少單位入了火了 現在主要是有House 在放賣中 這是一個BS 34區 是Stokie Foot 這位置 除了這個Brokenland Park之外 在它旁邊也有一個叫做High Brookview的屋苑 都是Crash Nicholson的發展商 現在放賣的主要是四房和五房比較大的單位 這個地方比Brokenland Park更加之開揚 我們遲下也有影片介紹這兩個屋苑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的頻道 另外在Bristol向西南走大概20分鐘車程 就會來到一個叫Nelsy的地方 有一個新屋苑叫做Parish Brook 現在放賣的是三房和四房單位 遲下也會有兩房單位放售 發展商是Barratt 一個都相當之寧靜的住宅區 我們也有影片介紹這個屋苑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的頻道和下面的連結 我們就和大家介紹整個Size Plan 我們身處的位置是這個位置 這個是Barratt的Show Home 剛才我們在右邊看到的遊樂場就是這個位置 那麼多不同顏色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我們見到的綠色中間這個比較大的範圍 就是Barratt的房子 也是今天所介紹的屋苑的發展商 而這邊這麼大塊的深藍色的範圍 就是David Wilson Homes 在這邊的橙紅色這個位置 是Belway 然後這邊就是Taylor Wimpy 總共整個屋苑有大約2400個單位左右 這裡有什麼配套設施呢 正正在屋苑中間這裏 有間Sainsbury's 也都有巴士站在這個位置 巴士已經開通了 旁邊這裏也有間小學和託兒所 這個位置也是有間的老人院 去到上面呢 也都是計劃 另外一間的新學校和託兒所 而他的遊樂場都有幾個的 正正在上面有一個 這邊也都有一個預計 將會有一個運動場在這裏 而這一邊呢 也都有一個運動場和遊樂場 去到剛才這邊也有一個遊樂場 那我們的下面這個範圍呢 也都有一個大的運動場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這個 貼著這個運動場這一期 那也是第七期 那就是整個屋苑巴士裏 你算最後的一期 那總共呢 只有大約50個私人放售的單位 那所以剩下單位就不是太多 那你就和大家去放大一點看看 那現在放賣的 是上面這一部份 那現在都只有大約三四間房子 是放賣的 那其中一間呢 那就是一個叫Kingsley的單位 我們早幾個禮拜 才和大家介紹過 第六期的這個Kingsley單位 那那個很快呢 已經是被人買了 那這個呢 現在是放售著的 那再看看那個location 其實相當之不錯的 那那個花園是向南 那旁邊呢 是一個樹林 那前面呢 那是一些樹林 那所以 其實那個私人是幾不錯的 那他也都是看著這個景 那那個景呢 那個聲音度也是比較高 那還有可以看得比較遠一點的 那個人來看這個 我就是 今期暫時的深水 那價錢是419995 就是420K 那大家想看這個屋形是怎樣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下面的連結 那個人都幾推薦這個單位 如果有四房的單位的話 那是一個性價比相當之高的四房單位 那另一個呢 大家可以考慮的單位 那就是這個460號 那叫做Brentford景屋營 那他自稱是三房 那其實有個彈性呢 可以做四房的 那這個三層高的單位 那他就把其中一個廳 那就放在一樓那裏 那但是其實呢 這個廳也可以做睡房的 不做廳的話 因為其實樓下已經有兩個的廳了 一個是廚房 可以做一個飯廳 那另一個就是 另一個的廳 那他也可以做一個飯廳的 那看一下大家有需要多少的 共用的空間 那如果有四間房的話 那其實這個是可以做到的 那三層高 那很多時候三層高的單位 他最頂那層呢 那都是斜頂 那但是這個就沒有的 那還有這個單位的其中一個賣點 對我來計 他就是採光度非常之高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所有的房呢 都有兩邊窗的 那雖然他是半獨立屋 那其實看下去呢 有點像獨立屋 那為什麼呢 這個四六一個單位 那個的入口呢 是這邊來的 那但是四六一個入口呢 是這裡 那所以基本上是兩個不同的入口位 那所以在個正門看過來的時候呢 有個錯覺就好像這間呢 那是一間獨立屋 那但是其實呢 它是半獨立屋 那雖然是三房半獨立屋 那他都有車房的 那就是這邊 那車房坦白說的位置呢 那就不是最 是正的那個了 那好啊好啊 那這個單位的正正前面呢 有一個的房合泊車位 那當然這個就不是你official的 有一個的私家泊車位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泊下去的 那但是呢 那在正個屋企門口 那如果 沒有人泊的話 那其實 理論上你都可以用得的這個位 那當然就是official建議 那就泊回自己的位 那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泊在這裡 那這一期呢 其實 坦白說會比較多少少的 Affordable Housing的 那當中包括了淺黃色 和這個灰色 那再看那個key 那其實淺黃色呢 是ok的 這個Affordable Homes 那是share ownership那種 那灰色這些呢 那是有多少像廉宗屋這一種 那所以現在放在的單位 看看這邊 那這次介紹的 包括了這個457的Kingsley 和460 也都是相對的 不是真的黏到正那種 那有些哪些是比較遠距離的呢 那就是這一邊 那坦白說這一邊的單位呢 那是不錯的 尤其是這裡 這幾個 全部都是獨立屋 那它的花園啊 那都相對比較大的 尤其是好像這個 那這個紅色呢 那就是看回那個的key 那就是一個叫Ratley的屋形 四房兩層高 那都不錯的 那去到這邊呢 那坦白說 比較多的年租屋的這一種 那所以這一邊呢 你都看到是比較多的 半獨立屋 和甚至乎是排屋的 那都變成一間的獨立屋 那去到這邊呢 那其實都不少的 那這邊都是啦 那所以如果 大家是想在這個屋苑裡 買一個的 是的 獨立屋的話 那其實這個457都真的 相當之不錯啊 好啦 那我們介紹完這個 site plan之後呢 我們這次就和大家去看回 這一個叫做 Brandford的屋形呢 那裡面是怎樣啦 那在這個的屋苑呢 並沒有Brandford的示範單位的 那所以這次我們去了另一個的屋苑 是遠去Badford那邊啦 近著Mutain Kings那邊啦 那看回這一個叫做Brandford的屋形 看看大家對不對用啦 我們這次看的是一個 的半獨立屋單位 屋形叫做Brandford 那是接近1100尺的 那就這樣看門口的話 好像一間的獨立屋啦 那實際上呢 它是一間半獨立屋來的 那它另一個入口呢 就是在 另一邊啦 那樓下就是廳和廚房啦 那另一個單位入口就是在 這個位置 前面那裡 那所以 正門看的話 被人的錯覺就好像一間的 獨立屋那樣啦 好啦 那我們進去看看先啦 那進到來的時候呢 那那個圓關位都OK的 都不選擇的 那是前面看著樓梯啦 那是轉上去那種 那我們的 右手邊有廚房 那左手邊就是那個廳啦 那我們先看這一個的 洗手間先啦 那雖然沒有槍 但是也有一個抽氣線在這個位置啦 然後呢 看看廳 那廳有兩邊窗 那就不是叫做很大的 那這個可以說是 三房就得 四房就得啦 這個單位 我們轉頭看看 那房怎樣去 那些位置 那在這個門後面呢 那也有一個Storage的 那就是樓梯底的位置啦 那它就收起來了這個位置啦 那變成這個位置就是 直的 那就沒有那麼多的 大斜的位置 所以呢 很多時候是這個門 但是這個位置比較小一點 所以呢 這個門就放在廳裡面了 然後看一下這個的廚房 連賣個dining的位置啦 那一個L字形的廚房 也是兩邊窗的 那其實這個單位的其中一個 賣點呢 應該都是一個光線 非常之充足啦 就想星盤一大一小啦 那這個是 沒upgrade的廚房來的 應該不是吧 應該upgrade去到高 那洗衣機就放在這個位置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的 這塊板 這塊玻璃 不是一個 不受控的板 不受控的板 不受控的板的話 就是這一杯的板 那洗衣機就放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就是用 拉文尼 就是木的桌面 那木桌面的話 那那個星盤呢 就會升了上來的 那如果是用 那個磚 不是磚 那個石的話呢 那這個星盤這些位置 就會在石的下底 就是收起來了 是收起來了 那明火煮食的爐頭 然後再看一下這一邊 那就是 那就是 玻璃就放在這個位置 那大家問 雪櫃在哪裡呢 雪櫃呢 就收起來了 門後面了 那所以大家如果煮東西吃的話呢 那打開門就可能會方便些 那這個廚房的設計 有少少像 David Wilson Holmes 那個 應該叫Dracos的單位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也都有兩隻窗的 左右兩邊 再加上這邊的窗 那所以呢 這個單位是有三邊窗 那另外那邊呢 那當然就是 那個廳那個位 那這隻窗 那我們呢 就上去樓上 看一看啦 那因為這個單位 比較窄身少少 那所以呢 那都是向上發展 那上來的時候呢 可以看到這裡有兩間房的 那還有 正正前面 一個的Family Bathroom 先看一下這邊先 那這邊呢 正正在廳上面的那間房 那所以這個尺寸也是相當接近的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有個的入場的衣櫃啊 那所有的房呢 都會有兩邊窗啦 那所有的房呢都會有兩邊窗啦 那接著呢 那旁邊就是那個Family Bathroom啦 那有個高身的樓毛巾架的 你說大的屈就不是叫做很大啦 那要走到尾那個位 那才會關門啦 那所以我覺得是稍微偏小一點的 那如果只剩下一個 小的位 再加上一塊鏈啊 或者一個鏈呢 那就 剛剛好啦 那那個 抽氣線放了這個位 那他們就說不同的 Site啦 對啦 不同的 Development啦 那它這些小小的 的東西呢 有可能會有多少的變化 就是如果那個 抽氣線啦 不一定是放在牆啦 它可能是 放在上面都還沒頂的 對啦 有小小的東西可能會不同 那現在這個單位呢 那它外了這間房呢 來做到另一個廳啦 那其實樓下已經是一個廳啦 那所以 如果樓下的廳不夠洗的話 那這個可以做個廳的 那但是 就變成有兩個廳 再加上一個 飯廳 連著廚房啦 那三個廳好像多了一點 那所以這間房呢 我覺得 可能做個睡房會好些啦 那都是兩邊窗的 那這個正正是廚房上面的位啦 那又或者呢 將地下那個廳那個位呢 變成做睡房都ok的 變成這個是客廳啦 那客廳和飯廳連著廚房呢 那這個客廳和飯廳連著廚房呢 那就是擺散單屋的我們的右手邊啦 又或者呢 現在樓下那個的客廳呢 可以用來做個study也可以 然後上到來之後呢 見到幾個門的 那我們正正的 左手邊呢 那就是個主人房啦 那另外這兩三個門什麼來的呢 我們先由這個位置開始看器啦 那這個明顯是另一間的睡房啦 那都是有兩邊窗的 那這個可以說是這間屋 這個單位的賣點啦 這個的屋形的賣點啦 那樓底有大概兩米三高 那做一間睡房的話 那個size我覺得是ok的 不錯的 那他旁邊這個門呢 那就是一個storage啦 那這隻門是什麼來的呢 那這間屋是什麼來的呢 那technically呢 這間屋是沒有一個on street的 為什麼呢 這個是jack and jill jack and jill的意思呢 就是這個的 那裏是 那這個玉室你可以是關了 鎖了這隻門的話 那開了前面那隻門呢 那就變成了前面的房間的on street啦 那如果 那這個門是鎖住了的話呢 那這個就變成一個farmly bar room啦 或者是sharon啦 那就是多了個選擇啦 那大家會看到呢 那它是用一個電的熱水爐的 那因為呢 那它 那它 都沒有一個熱水缸的位 那它通常的位置都ok的 不窄的 那這個size我覺得是ok的 就是不算是很小的 那這個位置換衣服 那穿衣服的話都夠用的 如果當是on street的話呢 那這個是 可能大 即算是大的on street 那如果是一個farmly bar room的話 那這個可能有一個偏小的farmly bar room 那我們現在呢 就穿過這個門 那就來到這個主人房這個位啦 那主人房這個位正正對著的 那有個樓梯上面那個位 那有兩個的入場的衣櫃的位 也有兩邊窗的 那是一間雙人房的 明顯地 那這種的單位呢 它的優點就是它的窗是非常之多 那這個 那還有這個呢 這個呢 也都可以製造一個彈性出來 就是 這個的浴室 那是可以on street又可以 你可以farmly bar room又可以 那這個上面就是它的hatch 那但是可能沒有那麼好的 就是 一 要走多一層樓梯啦 那還有樓下的廳呢 真的比較小一點 那還有樓下的廳呢 那還有樓下的廳呢 那還有我喜歡這種的單位呢 它是樓上是完全平了的 是啦 平頂啦 不是斜頂啦 因為那斜頂的話呢 你可能會看到 是啦 那個房部分的 天花壩呢 是會比較壓迫多一點點的 那這個就沒有啦 好啦 那我們看完了 這一個的屋形的示範單位之後呢 那我們就 看一下外面的周邊環境啦 那如果大家想看回 這個叫Kingsley的四房獨立屋單位連車房 的話呢 那大家就可以看回 下面的連結 那大家可以看回 這個的示範單位的片段啦 那這個的四房獨立屋連車房 在這個屋苑的售價呢 那現在是419995 還要是向南的花園的 那Sales Office呢 在我們現在左手邊 那我們轉過來 另外一個方向看看 現在在左樓的範圍啦 基本上已經是入住了啦 那剛剛才都提過 那這裏有4個發展商啦 Davidson Holmes Barrett Bellway 和Taylor Wimpy 那我們一直 再向前走的話呢 轉去右邊呢 那就是Bellway的方向啦 那這條路都算OK的 以新樓來計的話 不算叫早窄啦 那都可以走到兩架車的 那這裏有三間的中學 那三間中學都是GOOD的評分啦 那這邊都是Davidson Holmes的樓啦 這些就是半獨立屋來的 那這條路呢 那這邊的條街呢 就是寬一點啦 那這條路呢 看到中間拍了一輛的車啦 那這條路呢 那其實都應該 夠位行多兩輛車呢 那這邊呢 是由巴士進來到這個位的 我們前面轉角就將會見到巴士站 看到這條街 都相當乾淨 這邊有些Apartment 就在我們的 右手邊 再向前一點走的話 我們前面見到的應該就是 一些 CARE HOME 老人院 我們左手邊的都是 一些住宅的House 由這裏去YACE的Shopping Center 都不遠的 開車的話幾分鐘就到 我們稍後也會跟大家去看看 那個 YACE的Town Center 剛才提過的巴士站就在前面 這個巴士都可以去到YACE的Town Center 除了YACE之外 其實這裏旁邊也有個 好美的小湯 叫做Chipping Strawberry 大家有時間的話都可以過去看一看 又或者偶爾可以去那邊散步 其實那邊都好美的 我們 我們的左手邊就是更加多的Apartment 再前一點 亦都有一些Coach House 巴士站就是我們的左手邊 人在這裏等著各位 因為有個人在這裏 都不直接去拍住他 前面就是剛才所提過的老人員 那些Care Homes 我們正正對著的 看到綠色旗子那裏 那裏 我們可以去到Barris的位置 那邊也要去到Barris的 那邊也要去到Barris的 那邊也是另一段片介紹Barris的示範單位的 大家可以看看下面的連結 看完屋苑裡面之後 跟大家來bristol和yace 看看周邊的環境 位於英國的西南部 今天非常旺的街 我們在high street 這個地方其實都不小 有40多萬人口 大概八成是白人 和英國出生 另外其他主要都是亞裔和黑人 我們就到了yace的shopping center 在我們前面的就是這裏 除了這裏之外 其實這裏裡面也有大大的tesco extra 和moresons 所以購物買送方面完全不用擔心 我們現在就在shopping center 這個位置 我們現在比較晚一點 所以店鋪都關閉 我們左邊也有一間 weather spoon 一間酒吧 看來人們都沒有大炒大鬧 還有看到店鋪都很乾淨 沒有塗鴉 又或者有很多通地垃圾 所以這個社區的感覺是不錯的 其實都不少的店鋪 我們一直向前走 轉左轉右也有店鋪 我們現在就轉左了 繼續向前走 說回這條校網 其實在樓盤裡 最近的中學都是0.5公里 就到了 整個yace有三間中學 全部都是gut 小學方面有十一間小學 除了一間之外 全部都是gut 所以基本上入Gut的學校 機會就非常非常之大 我們就來到shopping center另一個位置 那這裏搭火車去到bristow的話 都是20分鐘就到 那如果向北走的話 去gloucester 和去chelton大概都是40分鐘左右 那chelton可能大家都聽過 尤其是找私校 尤其是找女校 那邊也有一間非常之出名的女校 那和去gloucester 那chelton的方向 那都是去coswell的方向 那coswell也是一個 英國的旅遊熱點 那香港人比較少 認識coswell的地方 那對英國人來說 基本上是 他們一個經常會去的 一個放假在英國入面散心的地方 那這次我們介紹這個樓盤 和yayse到這裏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去comment 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透過我們 英國租樓 裝修 買樓 甚至乎買樓 也都歡迎隨時找我們的 前面這間就是一間診所 都幾大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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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